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很多人都喜欢看 叫《沐浴时的传说》 尤其它的主题歌可以说是快智人口 是这么唱的 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一唱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个电视剧当中的画面 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问的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会唱歌的石头吗 浙江省近邻东海 是一个拥有众多山地和丘陵的省份 在它的东南部 威俄的阔沧山脉中段 有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 仙居 自古以来 这奇幻的山水就吸引着许多寻仙修道者 灵秀的风景 千百年来更是催生出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典故 山民们世代相传 在先居人际罕至的深山之中 有一个叫做神仙谷的清幽峡谷 谷中青泉飞泻 峭壁离循 据说 在那个峡谷尽头的高山之上 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石头 它与众不同 能够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 仿佛歌唱一般 村民们都说 经过摇动 那种神秘的石头 就能发出银铃般悦耳的声音 所以在当地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百姓们认为 响灵言 来历不凡 在漫长的岁月中 如染了先居奇山异水的灵性 传说中 这特殊的石头数量极为稀少 倘若有人能够有幸发现这种石头 并听到它的歌声 就意味着获得了神灵的庇佑 消息传开后 不少科学家也对这种奇异的石头 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前往仙居县 开始了实地考察 我们非常好奇 所谓的会唱歌的石头 是真的存在吗 从浙江省温州市出发 摄制组向北行驶了二百多千米 来到了传说中 仙人居住的地方 这里青山环裂 云雾飘渺 高耸的绝壁在云海中若隐若现 看起来的确如梦似幻 异常灵秀 环顾四周 摄制组发现 这里密布着陡峻的帐风 和深街的峡谷 要在这苍茫的大山中 寻找一种传说中的石头 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时候 向导告诉我们 在仙居县西部的恒西镇 有一个名叫后山根的村庄 而后山根村附近 就有一个叫做享石山的地方 那儿会不会和传说中的灵石有关呢 村民们说 村子后面有一座幽深的峡谷 那儿正是传说中的神仙谷 故老相传 奇幻的享灵岩 正是在山谷中的一座山上被发现的 因此当地人都将那座山 叫做享石山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 我们得知 这种石头大小不一 大多呈现圆形的外观 不可思议的是 传说中每块石头 唱出的歌声 竟然都不相同 就是好奇怪呀 坏小嘛 记者注意到 村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 身体看起来都十分健康硬朗 村民们认为 正是零食的护佑 才让他们一直深强体健 这样的说法 越发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接下来 在和村民的交谈中 我们意外得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一位村民家中 藏有祖辈传下来的神秘石头 这让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 家里有哈 家里矿人 那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石头呢 进入屋中 眼前的晶晶让人十分惊诺 地上竟然摆放着数十个大小不一 近乎球形的石块 主人告诉我们 这正是传说中那种会唱歌的石头 我们找这个会唱歌的石头 没想到这 村民的家里 他说是很长时间以来收藏的 有非常多的这个石头 都会唱歌都会响 我们来听听啊 好像每一个石头 声音不太一样 有一些响 有一些根本不响 这个就很响 能听到吗 叮叮当当的这个响 出乎意料的是 这些貌不惊人的石头 摇动后 的确能发出悦耳的响声 这让我们越发好奇 难怪会说会唱歌 村民告诉我们 这些是他的祖先 经过数百年才积累下来的 所以全家将它们视作传家宝 从不肯轻易试人 至于这些石头 为什么与众不同 会发出声音 他也说不清楚 听说考察祖前来 是为了研究灵石 他才肯让我们一睹 想明年的真面目 得知这个消息后 很多村民都对这传说中的灵石 表示出了强烈的好奇 这位村民随即拿出了两块石头 让大家观赏 这就是神奇的会唱歌的石头 你们听 村里老人们都认为 听到灵石的歌声 就能带来好运 这样的场景 让我们对灵石的来历 更加感兴趣 然而 要想弄清这石头 为什么会唱歌 我们光看外表 是无法判断的 只有敲开石头 才能看清它的内部结构 进而找寻 它会发生的原因 为了不损坏老乡收藏的石头 也为了能够更进一步考察 这种特殊石头的来历 我们决定深入峡谷 另外寻找一块响石 进行研究 为了让考察能够顺利进行 设置组邀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同行 恒东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区域地质调查队副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野外科考工作 听说了想宁岩的情况后 他感到非常诧异 在先去这个地方 它有一种石头 摇着能发想 之前的话 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觉得很奇怪 进入沟谷后 眼前随处可见大小不同的岩块 在阳光下 它们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红色色 这很快引起了专家的兴趣 这些岩石表面的话 就是都有一些突出的历史 应该是一套粒 也就是一种沉寂 有水的地质作用形成的 行走在谷中 身边溪水潺潺 随处可见步步清泉 在阳光照射下 水流清澈见底 山谷中的风景是如此秀丽 难怪当地人一直称它为神仙谷 不久后 考察组面前的岩石 变得越来越突兀 队员们发现 山壁上出现了一些 奇怪的浅色岩层 它们夹杂分布在山体中 具有明显的纹理 乍看起来 很像是树木的化石 方老师 它这个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形成 这个岩石会像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 火山岩中的一种流纹岩 因为流纹岩的话 就是它在生成的过程 它会生成我们所谓的流动的纹理 简称流纹 流纹 对流纹岩 看起来就像是木头的纹理 它其实不是 是天然的流纹岩的历史 彭东介绍说 流纹岩是一种特殊的火山岩 它由粘稠的酸性岩浆冷却形成 因为具有特别的纹理而得名 这样的岩石构成 让专家非常感兴趣 一般的粒岩的话 它的粒石成分通常是杀岩为主 杀岩的粒石为主 而我们这块主要是火山岩 就是火山岩的粒石为主的粒岩的话 是比较少见的 彭老师告诉我们 这整个山谷里的石头都是粒岩 它属于一种沉积岩 这沉积岩并不是什么稀罕 它是构成岩石圈的三大岩石之一 我们这个地球表面的石头 大约有7%是沉积岩 沉积岩是由岩石分化成大小不等的颗粒之后 被流水搬运堆积固结形成的岩石 但是这个山谷里的沉积岩却很少见 原来它们是由一种特殊的火山岩 流文言长期遭受流水搬运 然后逐渐沉积形成的 这样的岩石构成非常罕见 这就意味着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当中 这个山谷经历了多次的动荡 留下了火山噴发 流水侵蚀的清晰的海景 考察组推测 出现在这个山谷当中 会唱歌的其实 或许也和沟谷复杂的绅士有关 队员们在荆棘丛中继续跋涉了两个小时后 眼前出现了一座不大的山里 师傅 咱们这要找的想尸还有多远 在哪 就在这个山上面 就这个山是吧 在山林里跌跌撞撞攀登了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到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细心的蓬东注意到 沿途逐渐出现了一些灰白色的岩石 我们现在看到地上的这些 泥土的颜色都在变 变成白色了 这块 你看 这个是多奇怪 这个就排列的很紧密的一些球状体 这个还有一个凹坑 蓬东说 这些白色的岩石非常古怪 表面凹凸不平 仔细观察 可以看到上面密布着一些规整的圆球形 这和我们一路走来 在峡谷中看到的岩石情况截然不同 岩石类型发生了变化 开始的一段的话 全是就是红色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路的话 就是从大约50米开始 就变成白色 直到我们看到这块岩石的话 它就就是根据有比较特殊的一种 就是一种构造 这种特殊岩石的出现 让考察组联想起 之前曾经看到过的那种响石 它们虽然大小不同 但是都具有圆球形的外表 这样的联系 让我们对发现响石 更多了一份期待 最近周折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 眼前的场景 出乎队员们的意料 不大的山顶上寸草不生 地面上出现了大量密集的 奇怪石球 它们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 有的散落在地上 有些扮演在土中 这些石头的浑原的外观 和我们曾经看到的 响宁岩完全一致 莫非它们正是会唱歌的灵石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在这个区域 大概一百平米左右的区域 已经捡了这么多圆形的石头了 据说 这个石头 还有很多会响 老百姓叫响石 这真是太神奇了 然而 村民们口中珍宝一般的灵石 怎么会随处可见呢 我们试一下 它能不能响 不响啊 咬了就是 好多个都是不发响的 是是没事 响石最大的特征 就是摇动时 会发出悦耳的声响 科考察组逐一试验了 面前上百块球形的岩石 竟然没有任何一块能够发出声音 这让我们大为不解释 大哥 这石头怎么不响啊 也在找不到 很难找 找到了也是宝贝 村民告诉我们 自从知道这里存在响石 很多外地人都敢来寻宝 现在山顶表面 已经很难发现会唱歌的石头了 他建议我们 在靠近山崖 人际罕至的地方 深挖土层 仔细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仔细搜寻了一个多小时后 考察组竟然真的有了发现 这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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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响 这个会响 快快响 这个会响 里面是个空枪 有个物体在里面转来转去的 谁会发响 就像个铃铛一样 肯定是天然的 对 没有就是人工制造的痕迹 为什么会响呢 就是啊 这好奇怪啊 这个需要就是我们来研究一下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话 我们看到大量的就是 你看红色的沙岩和粒 就对面这个 对 这是一条沉积岩 这都是沉积岩 对 你看我们现在隔得很近 只隔了一条就是小山谷 那么就是 这么近的情况下 我们这一块会不会是沉积岩里面的钙质结合 太奇怪了 原来 所谓结合 就是指沉积岩中与维岩成分有明显区别的某种矿物质团块 它的形态有球状 卵状 及不规则状等等 钙质结合 顾名思义是指 它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构成 那么 眼前的石头究竟是不是一种钙质结合呢 彭东介绍说 钙质结合中的碳酸钙 遇到锡盐酸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气体 我们现在就是吸一点锡盐酸 现在我们往这块就是球体上滴点锡盐酸 我们看到就是好像 盐酸滴上去没有反应 对 如果是钙质的话 它就会强烈起泡 实际上不同的地方 它好像一点泡都没有 对 通过实验 专家否定了先前的猜测 那么 这种神秘石球的来历如何 为什么在同一块地方分布着的这些岩石 拥有类似的外表 有的能够发出响声 而有的却哑然无声呢 太奇怪了 老师 我怎么才能知道 它这个石头 内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响呢 如果我们要解开这个遗体的话 应该是把它敲开 看看它的内部构造 好 有内纹了 敲开了 敲开了 看 哇 中间是个空腔 对 里面是空腔 全部黑色的 那这一层的话 就是一般说的是地下水 浸润以后 形成了氧化铁伯木的沉淀 石球被打开后 我们终于发现了 响灵岩能够发出悦耳声响的秘密 空腔里面有一些就是破碎的物质 就是这些东西 撞击这个就是这个空腔 所以说发出响声 就是小的石线 对 颗粒 像这样的小的颗粒 它们就像铃铛里面的就是响灵一样 随后 专家对另一些不会发出声音的石球 进行了研究后 靠杂组发现 它们都是石心的球体 那么 这古怪的岩石 究竟从何而来 为什么拥有同样的外形 内部结构 却迥然不同呢 不知不觉间 天色已晚 这时候 向导要求我们 必须尽快下山 他告诉我们 这一段山市陡峭 地形复杂 一旦摸黑在陡坡上下行 将会异常危险 现在是晚上六点钟 我们已经什么都看不到 对 我们现在还 这个特别走峭的这个桌骨 再往下走 大家都要小心 队员们一路险情不断 花费了近三个小时 才有惊无险的安全返回 为了弄清享时的来历 彭东带着考察组 扩大了科考范围 他发现 除了我们考察过的 那个峡谷外 险居大面积的分布着的 都是刘文言 他的行程 都和火山作用有关 在一些延峰的顶部 考察组都发现了 类似的石球 然而 这些石球 却和我们在想石山 看到的完全不同 它们的质地无比坚硬 可以看到火花 因为它主要都是些 硅脂的东西 彭东认为 眼前的这种石球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 硫纹盐 石炮硫纹盐 专家推测 它是熔岩喷液过程中 接近地表处 遇到了大量的水 于是 岩浆在稳定的环境下 缓慢降温 内部逐渐结晶 而外部 则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 形成了完美的球形 这些密集堆积的球体 就形成了石炮硫纹盐 这种石炮硫纹盐 含有大量硅制成分 主要是由长石和石鹰构成 非常致密坚硬 这时候 专家联想起先前看到的小石 它和眼前的石炮硫纹盐 几乎拥有同样的外形 它们之间会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仔细比较这两种岩石后 彭东很快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其实咱们现在看到的坚硬的石炮的话 它和咱们看到的响盐 应该说可是本事同根生 后来就是兄弟两个走不同的路 才形成现在就是两种东西 结合响石山附近沟谷 异常破碎的岩石地貌 专家认为 响石的原形 应该就是坚硬的石炮硫纹盐 它是石炮硫纹盐 经历了一种神级的地质变化后的产物 这个地方岩石特别破碎 应该是有一条断层通过 那么在断层发生的同时的话 它不光是机械的破坏作用 它同时还有地下的就是热量 巨大的热量会就是产生一些 所谓的热液流体 那么这些热液流体的话 对咱们的尝试有强烈的就是腐蚀作用 那么这就在地质学上叫死变作用 专家猜测 在响石山附近的地下 存在一处巨大的断层 石心的球状石炮硫纹盐被断层错动 一部分石球在热液侵蚀下 内部的各种岩石成分发生石变 这些不同岩石热胀冷缩的程度并不相同 最后逐渐形成一个空腔 经历了亿万年漫长的地质演化后 石球内部形成了一些细小的石屑 这些颗粒掉落在空腔中 摇动起来就会叮当作响 成为传说中会唱歌的响灵言 虽然它的外观看着并不起眼 然而要形成一块响石 条件却异常苛刻 第一的话得有提前有石炮 第二的话有断层 断层的话 而且这个断层还要产生热液死变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就是 它就是非常难以同时达到 专家告诉我们 这特殊的石头 虽然并不是传说中的零食 也不能保佑人们身体健康 但却是一种十分罕见 独特的地质资源 它体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精妙造化 通过考察 我们弄清了响石的绅士之谜 也为当地百姓找到了困惑已久的答案 专家的介绍让村民们明白 响石与众不同的来历 村民们说 这青山绿水是上天赐予的宝贝 他们一定要为子孙后代 保留下这无法复制的珍贵遗产 原来这会唱歌的石头 来自亿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和后期的地质作用 复杂的地质变迁 不光造就了神奇的响石 还为仙区带来了异常灵秀的容颜 使得这里拥有优良的水质和肥沃的土壤 早在三千多年前 古越族的仙民们就发现了这块山清水秀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定居繁衍 开始了文明的起源 而科学家们则认为 独特的断层活动和特殊的高温作用 还有可能带来金 银等贵金属和乌钛等稀有金属 形成诸多珍贵的矿产资源 这个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还藏着更多的神奇和美丽 值得我们继续去发现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说明 村民们都说 经过窑洞 那种神秘的石头就能发出银铃般悦耳的声音 所以在当地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百姓们认为 祥灵言来历不凡 在漫长的岁月中 如染了先居奇山异水的灵性 传说中 这特殊的石头数量极为稀少 倘若有人能够有幸发现人的传说和典故 山民们世代相传 在先居人际罕至的深山之中 有一个叫做神仙谷的青幽峡谷 古中青泉飞泻 峭壁临循 据说 在那个峡谷尽头的高山之上 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石头 它与众不同 能够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 仿佛歌唱一般 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 很多人都喜欢看 叫《沐鱼石》的传说 尤其它的主题歌可以说是快智人口 是这么唱的 说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一唱到这儿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这个电视剧当中的画面 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问的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有会唱歌的石头吗 浙江省近邻东海 是一个拥有众多山地和丘陵的省份 在它的东南部 威俄的阔沧山脉中段 有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 仙居 自古以来 这奇幻的山水就吸引着许多寻仙修道者 灵秀的风景 千百年来更是催生出了许多动力 岂山溢水之中 月日罕见灵石 小小玩石为何能够歌唱 会唱歌的石头 地地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